香港人大家好 歡迎收聽這節新聞 香港警方國安處於香港時間星期三 拘捕並落案起訴四名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幹事及成員 包括學生會前會長郭穎浩、李國賢堂學生會前代表杜林承鏗 文學院學生會前外務副主席容仲熙 以及學生會評議會主席張敬生 香港《立場新聞》報導 他們被控一項宣揚恐怖主義罪 以及一項作為交替控罪的煽惑他人有意圖傷人罪 案件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裁判官原本准許容仲熙保釋 但律政司隨即提出覆核 結果全部被告仍需還押 案件押後至9月14日再訊以待警方作進一步調查 這次是《國安法》實施以來 首次以宣揚恐怖主義作檢控 《十二港人》案之一 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 以及29歲律師男助理陳梓華 被控寸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香港《立場新聞》報導 案件於香港時間星期四在高等法院答辯 案情透露 黎智英被指為重光團隊SWHK的幕後主腦和金主 而兩名被告同意控方案情 並在庭上承認控罪 其中李宇軒90度鞠躬 並以英文表示 I agree to the facts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sorry 案件押後至明年1月再訊 兩人仍需還押 談了9個多月並多次延期的香港新加坡旅遊氣泡 未開始就已經收檔了 香港now新聞報導 港府指因應香港和新加坡防疫策略存在差異 決定不再與新加坡就旅遊氣泡作進一步討論 新加坡則宣布 星期六起准許香港人免隔離檢疫入境 有旅行社指 早前已對旅遊氣泡誤抱期望 即使新加坡容許港人免檢疫 但在返港後仍然至少檢疫14天 不會吸引香港人到當地旅遊 香港隊運動員在東京奧運獲得一金、兩銀、三銅的佳職 香港特區政府安排開篷巴士巡遊 多名得獎運動員以及其他港隊代表 都在巴士上接受市民祝賀 尼敦道和左敦道沿途有市民甲道歡迎 有人高呼多謝你們 車上的運動員和教練就揮動驅奇回應 參與巡遊的運動員包括空手道銅牌得主劉慕祥 自由泳奪得兩銀的何思培 女子乒乓球團體賽銅牌得主蘇惠欽 杜凱琴和李浩晴等 而殺入四強的羽毛球雙打選手謝影雪鄧俊文 以及乒乓球教練李靖也有出席 荷里活女星尼戈傑曼 Nicole Kidman 於本月12日由澳洲悉尼乘搭私人飛機抵港拍劇 在港期間被拍到曾於中環外出懷疑救密 入住的逆飛指定檢疫酒店 被質疑沒有遵守檢疫規定 香港《立場新聞》報導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回應指 尼戈傑曼獲港府豁免檢疫 當局會確保有關人士遵守指定防疫措施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雪昌認為 如果尼戈傑曼在到雙鋪拍劇並非救密 拍攝後點對點返回住所而不是通街行 相信風險較低 而政府專家顧問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就說 不可能禁止旅客轉機否則香港無法生存 而有豁免就一定會有流動 彭博報導指尼戈傑曼會在山頂道的豪宅住到10月 而每個月的租金約為65萬港元 在國際消息方面 塔利班早前攻入阿富汗首都赫布爾 重新掌權後如何治國成為國際關注點 塔利班高層哈希米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表示 阿富汗未來將由一個管治委員會執政 而塔利班最高領袖亞洪扎達 將會在該委員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哈希米又表明 阿富汗未來不會實行民主制度 只會以伊斯蘭教法統治 而在塔利班奪權後 阿富汗國內婦女成王成孔 身處丹麥的阿富汗女子足球代表隊前隊長 Kalita Papel接受路透社視像訪問時 呼籲女球員刪除過往的社交媒體貼文 剷走自己的公開身份 甚至燒一件球衣 Kalita Papel指 塔利班曾殺害、強姦和對婦女施以石營 女球員現時都很擔心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國際足協發言人亦表示關注 並已接觸阿富汗足球聯會 會繼續注視當地狀況和提供支援 日本著名演員千葉真一感染武漢肺炎病毒病逝 在年82歲 香港Now新聞報導 千葉真一身兼演員、歌手和電影導演 並參演過港產片《風雲紅霸天下》中飾演紅霸一角 本身是極真派兇手杜大師的他 也參演過荷里活導演塔倫天盧執導的標殺令 同時兼任劍術制度 香港台記者王嘉儀報導 以上一節新聞報導完畢